你害怕了 作为无尽之海当中的第一霸主 你居然对我的进攻能力开始恐惧了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兆头啊 徐扬用这样的语言嘲讽着金刚巨无霸 与此同时 在这一刻 他的瞳孔射出金色光芒 落在眼前这堆积的巨石面前的一刹那 所有原本开始向金刚身边凝聚的巨石 都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完全坍塌了下去 金刚一脸懵逼的站在原地 根本不知道刚刚这一幕的发生 究竟是怎样一种原因 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让他第二次凝聚这些乱石守护他 只能硬生生的靠自己的肉身强度 扛下这一剑 好在紧要关头 金刚转过身 用自己宽厚的脊背面对这一剑 而并没有用自己的正面肉身 来抗衡徐扬的这一剑 因此当这一剑轰然砸下的一刹那 金刚的背后被割开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 身壳见骨 我的天哪 老大这一剑到底有着怎样的威力 这也太可怕了吧 他手中的这把剑 应该比他经常使用的那把玉骨神器强得更多 他应该还有更强大的底牌 这个家伙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 你们看到了吗 刚刚一剑居然将金刚巨我把的肉身 给斩得劈开肉绽 恐怕整个无尽海当中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做到老大这样的力量爆发了 事实上徐扬刚刚的这一波进攻 仅仅只是借助了图天主神器自身剑锋的力量 并没有将这一剑当中灌注更多属于自己的力量 否则的话 如果徐扬借助图天神器开启体内九道气旋 爆发出真正的最强一剑 恐怕整个盈州大陆都要在他的一击之下走向毁灭 更不用说是他借助虚空法则无限叠加这一件的威力了 也就是说金刚巨无霸看起来虽然足够恐怖足够有威慑力 但是在徐扬的面前还是远远不够看的 因为徐扬在面对金刚巨无霸的时候 也根本不用徐扬动用自己真正的实力 此消彼长之际就能够从侧面更进一步的突出徐扬真正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恐怖了 你居然伤到了我 已经有近万年没有能够让我受伤的人类了 我必须要称你为无尽害当中最强的新一代霸主 我甚至没有把握能够在这一战中战胜你 因为你手中的这把剑实在太强大了 然而当金刚巨无霸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徐扬突然收起了自己的图田神器 显然他是要用自己真正的自创传承之力 镇压眼前的金刚巨无霸 想要利用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底蕴来征服对手 而并不是要他的命 事实上徐扬自始至终都没有将眼前这个金刚巨无霸彻底斩上 这样一个强大的帮手 若是能够将这金刚巨无霸征服 来作为自己的贴身守护的话 日后横行整个盈州大陆 也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他的面前放肆了 年轻人你是不是因为我夸你一句就已经开始找不到北了 你也应该能够听得出 我之所以对你保持足够的忌惮和尊重 全都是因为你拥有那一把盖世绝伦的无敌神剑 但你现在收起这把剑 你已经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放肆了 或许你并没有认清自己真正的力量 徐扬确实笑了起来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 之所以收起这把剑 就是要向你证明 光靠我自己的力量 也一定能够将你镇压 金刚巨无霸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 如果你是以这样狂妄自大 作为葬送自己的结局的话 我对这一战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徐扬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么听起来的话 你想要一场足够公平的对决是吗 很好 想让我对你打出自己真正力量的话 我徐扬加重这一仗的赌注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眼前的金刚立刻会议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徐扬冷笑着 抬起自己的右手 刚好点向巨无霸金刚所在的位置 我让你这个家伙 追随于我横扫整个盈州大陆 作为我的贴身伙伴和守护者 我当然清楚 以你的实力想要幻化成人形 轻而易举 我希望从这一战之后 你能以我贴身护卫的身份 随我离开这里 并且征服魔龙岛 金刚巨无霸立刻来了兴致 你想要去魔龙岛 当然 不需要我说 在你心目中也把那魔龙岛上的魔龙 称为所谓的神 以你的实力 就算没有办法战胜魔龙岛那个家伙 也远远不至于崇拜对方 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也不过是一步之遥 在我看来 完全有机会超越他 甚至凌驾在他之上 如果你肯做我的贴身守护的话 将来我有绝对的把握 帮助你进一步活得提升 成为真正傲视整个盈州大陆 所有兽族的兽王 金刚听了这句话沉默了半晌 而后猛地挥舞双拳 再次锤打向自己的胸口 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背后那道血淋淋疤痕 带来的伤痛 你可知为何我躲在这骷髅王岛守护了无数年 就是因为那魔龙岛上的魔龙当年残杀了我的先祖 并且将我祖先的骸骨封印在了这骷髅王岛当中 事实上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骷髅王岛上 一座又一座诡异而奇幻的山峰 全都是我祖先的尸体幻化得来的 听到这样的密心之后 就算是徐扬也大吃一惊 这么说 你和魔龙岛上那个家伙有着血海深仇 如此正好 我可以帮你报仇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答应了 这一次终于轮到徐扬眼前一亮 你说什么 难道你这么快就放弃了 金刚巨无霸一脸认真的开口 我说我答应做你的天身护卫 随你一起征战四方 不过在这之前 你还是要无可避免的与我一战 因为你要向我证明 你有足够的实力站在我的头顶 带领着我一起去征服魔龙岛 如果你连我都打不够的话 说这些岂不是一个玩笑 我会使你会使你 我可以戴上转秤秤的 我可以戴上转秤的 我可以戴上转秤的 既然这点就算是顺忍了